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非洲进行了短暂的访问 同时也到南非参加了金庄五国会议 而且特别要指出的是 今年九月份 整个非洲将全部的领导人将汇聚北京 将有一场非洲与中国的盛宴中非高峰论坛会 所以这一次我们借着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邀请魏林峰先生就中国与非洲的关系 特别是中国和非洲几个主要国家的关系 以及金庄五国会议到底 它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今天我们邀请魏先生为大家做精彩的分析 魏先生你好 肖峰先生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魏先生 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这一次到南非是参加金庄五国会议 在到南非访问之前 还是对非洲 对中东做了一个短暂的访问 访问的过程中 我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见读了报纸 其实我非常有兴趣想请教您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美国时间够长 包括您在内 你什么时候听过非洲领导人到美国来访问 比较少 非常少 比较少 我们一位非洲裔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八年去一趟南非参加了曼德拉的葬礼 那还不是正式国人访问 然后只访问了一次 是的 不管是美国国家 美国的总统到非洲去访问 还是说非洲国家的元首到美国来访问 都是数量比较少 甚至有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到美国来 甚至都没有建筑于美国的媒体报道 没错 所以这一方面 其实我们知道 中国一向比较注重跟非洲国家的友好往来 这是个传统 传统的友谊 还是说中国看中了一个非洲新大陆这样一个新的契机 我觉得您说的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 一方面在传统上 非洲包括从阿拉伯国家开始到北非 到非洲西海岸 非洲南部 从传统上来说就是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跟中国都有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友好交往往来 现在中国还在雅宁湾执行护航任务 是的 而且在非洲的吉布提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后勤保障基地 这一方面我觉得从传统上来说 确实中国跟着 因为是有这条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 可以说把中国跟非洲国家 在传统上就紧紧的连在了一起 而从战略地位上讲 非洲大陆对于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说中国现在您所讲到的 在亚丁湾的护航任务 还有刚才我讲到的 在吉布提的后勤保障基地 还有我们知道中国现在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 不断的开发 在非洲现在有很多的合作项目 包括中国对于非洲大陆上很多这种能源 还有一些原材料的需求 对于中非两个国家的这种战略 中国和非洲整体的战略合作 都是非常重要的 非洲依赖于中国去非洲的一些建设项目 还有一些投资项目 来拉动非洲的经济 而非洲对于中国来说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市场 和非常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而且非洲也逐渐被中国培养成了一个消费市场 我这次特别惊讶地发现 以前我们非洲的概念都是贫穷落后 可是这一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路过了几个城市 那是一片欣欣向荣 我特别注意到 这一次阿联酋不用说 因为我们知道阿联酋一向在中东 就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 在非洲这几个国家 这一次习近平主席访问的 包括赛内加尔 包括卢旺达 包括南非 我特别注意到了卢旺达这个国家 为什么我注意到这个国家呢 因为我们知道 在我们对卢旺达的传统认识上 还是以前的那个大屠杀的印象 雪钻石 美国拍的电影 我们一提起卢旺达 我们就想起您所讲的这部 非常悲惨的美国电影 还有让我们感到他的这个 部族武装的冲突 他的内战 似乎是人们还在死亡边缘的挣扎 可是十几年 二十多年以后 我们再来重新的看卢旺达这个国家 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 我们发现 他完全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 或者是我们从西方媒体 所了解到的 那个嗜血的国家 而我们看到卢旺达 其实他已经实现了一种华丽的转身 他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在他的首都也是一个高楼林立 也是一个街道很干净 很整洁的这么一个城市 而且据我所知 卢旺达的首都还获得了联合国 所颁发的一个人居建设奖 也就是说是一个很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这是让我感到 怎么说呢 一个非常惊讶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看到 习近平主席这次的访问 他不但是再一次的巩固了中国跟非洲国家之间的友谊 而且也是通过他的访问 给中国人民一个全新审视非洲的这么一个窗口 让我们看到了一些 我们在跟跟我们传统上从西方媒体所了解到的非洲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了我们在美国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非洲的报道很少了 很少有非洲的报道 有的话也都多是一些负面的报道 其中一个负面报道就是在谈到中非合作的时候 美国的一些媒体或者说美国的一些评论者们 他们就认为说中国跟非洲的合作带有殖民和掠夺性的 您怎么来看西方人这样一个观点 或者西方人这样一个认知 很不幸的就是我们看非洲的历史 的确在过去是一个被西方 特别是被老牌欧洲殖民地国家所殖民统治的这么一个大陆 过去甚至有人把非洲比喻成是一个黑暗的大陆 它被英国被法国还有包括像比利时德国意大利 这样欧洲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所分割所殖民 我们看到今天非洲之所以这么一个大陆 虽然它的整个非洲大陆很大 可是这个非洲大陆已经被分成了53个国家 为什么分了这么多的国家 其实就是跟过去这个殖民地利益的划分 跟过去这些殖民欧洲殖民国家所划下的影响 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地盘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看到可能是很接近的两个国家 可是他们的这个地理形状非常怪异 有的是非常细长 有的像是一个凹子形 所以还有他们我不知道很多观众可能没有太注意到非洲的交通 尤其是非洲的铁路交通 非洲的铁路其实非常有意思 它没有一个贯穿整个非洲大陆的铁路网络 非洲只有零星的铁路线路 是从它的能源这个开采基地通向它的港口 之所以非洲的铁路都是这种支离破碎的 是因为这都是过去殖民地时代留下的 这些欧洲殖民地国家 他们就是需要从非洲把这个圆采出来 然后送上这个货物装载列车 直接运到港口 然后装船运到欧洲和世界各地就完事了 它在这个殖民国家在非洲 它就是一种掠夺式的这种开采 它并没有真的是给这个大陆带来繁荣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世界经济最赤贫的国家当中 多数是在非洲 特别是在这个撒哈拉以南地区 这个非洲大陆的中部南部西部 这些地区都是过去最传统的 这个非洲殖民国 这个被欧洲殖民的非洲国家 甚至呢 过去最黑暗的什么奴隶交易 人口买卖都发生在那个地区 直到今天 不光那个地区是非常贫穷的 而且呢 它还受到了一系列问题 比方说疾病 比方说内战等等的困扰 直到现在不能够摆脱这些非常困扰 他们的社会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去访问的几个国家 确实我们非常可喜的见到 他们已经逐渐从过去的这些问题中 在摆脱出来 而且走上了一个正常发展的道路 这也就是我们看到 中国跟非洲的这种合作 开始有了一些喜人的发展 可以说一带一路的建设 也初步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成效 说到非洲呢 当然了 这我们不得不说了 除了西方评论之外呢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我们第一任的总统 第一任的国务卿 这个Tilson 他被fire之前 他就去非洲参加的非洲的非盟会议 在这非盟会议上 他就是在告诉非洲人 你们要离中国远一点 你们这个中国是掠得者 是殖民者 是新的殖民者 结果非洲人集体反对他 结果他的声音 没有得到任何非洲国家的赞同 所以很重要一点 那就是说 非洲从过去几十年 与中国实在的交往当中 这种认知 是非洲人民的一个共识 当然了 非洲的问题确实比较复杂 非洲的困难也非常的多 中国在非洲也不可能 像在中国国内建设一样 可以铺开了座 中国只能在非洲国家跟中国的合作利益上来做 比如说现在中国最重要刚才您特别提到铁路 中国现在在帮非洲修三条铁路 现在看来这三条铁路如果全部完工的话 会大大的带动 特别是内陆的国家们 他们的经济的发展 中国跟非洲来讲 应该是一个双赢的合作局面 所以中国跟非洲 为什么非洲选择了中国 使用关系我们先修一下 就会让我们来看来 我们来看来 这就是